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大家好,我是艾莉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同时呢,我也是一名富士相机的使用者 这些呢,都是我所拥有的设备 目前我使用的是富士XT3和这台GFX50S2 那这些呢,就是我正在使用的镜头了 我主要拍摄的呢,是城市风光和岩石摄影 把这些都拿出来是为什么呢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因为很多小伙伴一遇到富士相关的问题 就跑来给我留言 那不知不觉,我似乎就成了这个富士的非官方可服了 我非常乐于将自己使用富士相机的这些感受和解决方案 分享给大家,解决大家所遇到的难题 所以呢,我就特别制作了今天这一期的富士相关的十问十答 那这一期啊,咱们先来解决近期我收到频率最高的十个问题 如果这里边没有您需要的答案 那欢迎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下一期凑够十个问题呢 我再来统一的解答一下 那顺便提一下我发现这个中画幅的相机 它的菜单设置和这个X系列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单拎出来 单做一个菜单设置的这么一个视频 只是它这个菜单的位置呢 和X系列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多了一些它比较独有的功能而已 所以如果您使用的是富士中画幅 那么以下的这些操作部分的答案也是可以去参考的 那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给我 问题一 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和相机屏幕显示的亮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呢 有两个设置 需要您去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是屏幕亮度 不要把它设得太亮了 在菜单当中进入设置,选择屏幕设置 EVF呢,是咱们这个眼取景器的设置 LCD呢,是相机背后这个屏幕的亮度 那这几个参数呢 我都不建议您调整的太多 保险起见呀,咱们就先把它都先归零就好了 也可以一边看着这个实景亮度 同时再调整您这个屏幕的亮度 让这个EVF和LCD呢 更接近咱们看到的实际景色的亮度和颜色 这个设置呢 它可以缩小一些视觉的差异性 根据咱们自己的特殊需求来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看这个眼取景器的时候呢 感觉它太亮了 有点刺眼 所以EVF这里呢 我就把它设置为了-1 第二个设置啊 才是最关键的点 进入这个屏幕设置菜单当中呢 咱们找到这个手动模式下 预览、曝光、白平衡 诶,看看您这相机啊 是不是在这儿选择了关 在关闭状态下呢 尽管咱们这个相机曝光参数设置的是不正确的 那么您在屏幕当中仍然看到的是亮度非常正常的一个效果 所以拍出来的照片 它的曝光自然和您看到的是不对的 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预览曝光白平衡的选项 我呢用的就是这个 现在呀 当您使用了不正确的曝光参数的时候 您呢就可以很直观的通过屏幕 就能察觉到是太亮了还是太暗了 这样呢 就可以实时的手动去校正您的曝光参数 把它调整到了一个合适的亮度了 哎 问题解决 问题二 为什么选择了胶片模拟的效果 但是在屏幕上却不显示呢 这个问题呢 还是在刚才那个设置菜单里的屏幕设置 然后在刚才那个选项的下边啊 您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自然实时视图的这么一个选项 选择关闭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如果您打开了这个选项 那么屏幕当中所看到的永远都是相机前的实际风景 而不是带有相机设置的这个胶片模拟的效果 咱们也就没有办法去预览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看了 所以这个设置呢 无论您用不用胶片模拟 都一定要选择关闭 在相机内呢 有一个负责记忆的缓存电池 它没电了 需要进行更换 那这个问题呢 就只能送到维修中心去操作了 那如果您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这台相机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最好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上电池 开机让这个电量循环一下 给这个缓存电池进行充电 那如果这个电池老化已经不行了 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 如果咱们长期不用这台相机 最好呢 您把这个电池抠出来 单独存放 避免电池在相机里边坏了 那就卡住 拿不出来 事就大了 问题四 为什么拍摄视频没有几分钟 它就自动停掉了 这个问题呢 是内存卡的事 几个关键的硬质标一定要达到 那首先这个读卡速度 像现在普遍就是95Mbps以上的内存卡了 基本上都是够用的 我录这个视频的卡就是95的 iflog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另一个关键呢 是这个UHS的速度级别 也就是说 这内存卡上这个U标志里的数字 最好是3 意思呢 就是每秒30Mbps的读取速度 第三个指标呢 是视频速度 如果您拍摄的是4K视频 那么内存上这个V标志旁边的数字 需要达到最少30 那如果您觉得太麻烦了 选起来 不知道选哪个是好 那您索性的就照着我这张卡的标准去购买就好了 它呢已经用了三年多了 保证没错 下面这个容量的选择呀 您可以选择稍微小一点的 视频拍的比较多呢 您可以选我这个256的 如果只是拍照片的话 那64和128都是够用的 问题五是该买好一点的机身便宜的镜头 还是好镜头随便买个机身呢 应该把更多的预算给镜头买稍微好一点的 机身呢我倒觉得相比较来说稍微的随意一点 理由是镜头可以用的时间更久 除非是一些特殊技术的镜头 需要搭配某些机身来使用 否则就咱平时拍照来说 这么一个镜头使用个十来年而起步不是个问题 所以如果您想要更好的画质表现 想要耐久用得住 那么多花一点钱买稍微好一点的镜头呢 会是更划算的投资 目前富士在同一个时期推出的机型 在表现上其实没有非常大的差异 特别是近三年推出的相机 咱就拿之前我评测过的这个 XS10来说 使用同一个镜头拍出来的照片 它看上去和这个XT3拍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但是使用同样的机身测试不同镜头的时候 咱们却能肉眼看得出的画质差别 所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优先把预算给镜头 然后之后呢咱们再考虑买哪个机身 问题六 现在富士XT3还值得买吗 我认为呢还是要看价格 当XT3和XT4之间有很大差价的时候 那么这个XT3仍然很值得购买 这个差价呢 我自己的标准是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但如果差的并不多 比如说差四分之一 那么咱添点钱买个加机身防抖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未来相机机身不出意料 防抖功能肯定是标配了 所以您买这个XT4可以用的更长久一点 毕竟到今天XT3呢已经推出差不多得有三年半块四年了 二手的XT3呢仍然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但是呢也要看橙色和价格 我呢对二手货的价格标准是九成新 低于原价三分之二才值得去购买 否则呢咱还不如去买新的呢 况且很多小伙伴呢 也许并不去被辨别二手货的能力 还很容易被不良商家骗 所以咱们呀要么不买 要买就买靠谱一点的 目前呢我这里的售价行情是XT4仍然是原价1699XT3 没有充电器的版本 全新是1099块9毛5 相差有600美金 那么我认为XT3还是可以选择的 但如果黑五的价格XT4是1499了 那就相差只有400块钱了 那我肯定会选择XT4了 我估计距离XT3停产下架应该是不远了 今年底差不多就该说拜拜了 问题七 该选择富士XT4还是等待XT5呢 肯定是等XT5 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9月的发布会就会公布详细参数和售价 XT5和XT4同样带有机身防抖 这一点呢毋庸置疑 但是呢价格方面我认为不会很喜人 传闻这个4000万的像素我估计是真的了 那就冲这几个指标来说 我认为它的售价呢不会太低 参考一下XH2S 它的售价是2499 所以我推测那个高像素版本的XH2呢 会是2199到2299左右 那么我估计这个XT5的价格呢是1999 哎我先跟这压20块钱的 有跟的没 相信这个XT5它的对焦连拍速度都会有所提高 同时它这个高像素带来的视频提升呢 应该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距离9月反正也没几个月了嘛 咱就等一下呗 反正这个现在XT4也没货 是不是 问题八 富士XT3和XT302代之间该如何选择 如果您非要那个胶片模拟不可的话 那么这个302代呢是唯一的选择 是不是 如果对这个胶片模拟无所谓的话 那么我仍然认为这个XT3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理由是机身它是防震防水的设计 那这个真挺重要的 全拨盘的设置在调整参数的时候不知道有多方便 视频功能呢要更强大 这个呢不管您拍不拍视频 未来想拍的时候不至于没有 因为这个XT30它的4K视频呢 最长只能拍摄10分钟 XT3的体积呢要稍微的大一点 但是它的握感呢会比302代要好一些 光看外形的话肯定也是XT3要帅气很多 怎么说它也是旗舰级别的产品线 问题九 想拍点日常生活和旅行兼顾人像摄影的话 该买哪个镜头呢 第一只镜头我强烈推荐买标准变焦镜头 想拍的东西越多越杂 变焦镜头呢就会显得越方便 免去客种烦恼 目前富士原厂的这个1855 1680 1655呢都是不错的选择 1855老了点 关键它很便宜 1680的防抖和长焦端都是旅行的好帮手 但是它的画质呢就稍微的差了一点 1655呢肯定是画质的保障了 但是它非常的重准备去接单的小伙伴们 必须选择1655怎么着咱也得对得起客户 是不是 还有呢就是之前测过的腾龙1770素质也是挺好的 以上这四个呢都可以说是全天候的镜头 其次腾龙18300也可以考虑一径走天涯嘛 除了它的光圈小一点 长焦端的画质比较差 白天拍摄呢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今年底还会有适马的1850 我倒是觉得也不错 只是它呢没有防抖和微距功能 但是盛载体积非常的小巧 确实呢很值得期待 到时候呢咱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给测一下 能不能测试主要取决于我这边租赁设备的网站 它有没有货 最后一个问题 定焦23 35 56之间该如何选择 定焦镜头的焦段是在选择拍摄距离 比如说在完全不动的这个情况下 23毫米的镜头呢可以带到很多周围的环境 35呢可以拍到半身 而这个56您可能就只能拍到一个大头了 但是呢这并不代表56毫米不能拍摄带有环境和半身的照片 咱往后退个十几步 远点拍就可以了 可是呢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自由去选择拍摄距离的 比如说外出旅行坐在车里想给坐在身边的这个人拍个照片 那么您就会发现56毫米可能有点别扭 只能拍下半张脸的特写 而这个时候呢又没有空间可以去后退 所以呢这三个焦段的定焦镜头 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个人喜好去选择 如果咱们是去户外拍摄人像自由创作 那么使用这56毫米没毛病 但如果您喜欢随手转身就拍下身边的这些事物 给家人留影啊拍点旅行的小细节什么的 那么23毫米呢可能会更方便实用一点 35毫米呢也就是经典的50毫米等效焦距 我个人对这个焦段呢毫无感觉 因为它呢想要环境的时候 拍不进来想要特写的时候又拉不上去 您呢可千万别只看35毫米特别的便宜就去买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先买标准变焦 那里边啊就有2335 56这三个焦段 您挨搬的试一下看看哪个更舒适 也许我不喜欢的35就是您的最爱呢 以上呢就是近期10个我收到的比较频繁的问题 那么如果恰巧有您想要问的刚好呢 这一期咱就把您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如果这里边没有您需要的问题答案 欢迎留言给我 下一期呢我攒够10个问题 再来帮大家解答难题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富士开小灶 特别栏目我是ID 如果您喜欢旅行和摄影并且恰巧也使用富士相机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